嗨,我是唐启阳 十二星座都有硬的地方 不认输又难说服 但也许是你没有用对方法哦 今天我来告诉大家 跟十二星座互动时 如何让对方愿意服软 维持舒服的互动品质 第一组就是站在他那边 像狮子座 想让意见不同的狮子改变想法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狮子的认知里 改变想法 我不就是输了吗 所以让狮子会服软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 你是弱者 示弱来让他当英雄 为了当英雄拯救你 他就愿意放下自己的原则 看看怎么帮你比较好 或者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让狮子觉得 你是来帮他的 你负责帮他搞定很多事情了 他只要站上舞台表演 你就是帮他发光发热的人 所以咯 你提醒他站上舞台以后要注意什么 他就会觉得你很关心他 心甘情愿照着你的意思行事 他感觉到大家是同一阵线嘛 而且你所有的意见都是为他好 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就算是鞋商的事情再困难 狮子也愿意尽力配合 就会变得比较好说话 在狮子的心目中 努力发挥自己最大价值给别人看 这是最重要的 那些麻烦的事突然就都变成小case了 再来就是天蝎座 其实天蝎的心很软 平常摆出很强硬的态度 实在是很怕自己太好说话被人擒勒了 跟天蝎相处 如果你遇到这种防备心比较高的 那麻烦你 要懂撒娇 撒娇 天蝎很快就破防了 因为撒娇在天蝎心目中是友善的嗜好 他们也会想维持和谐的气氛 不想到处树敌 你都嗜好了 那我还有什么问题呢 不过可千万不能是矫情的撒娇 天蝎直觉那么强会起一身鸡皮疙瘩 因为他会觉得你别有目的 所以你的撒娇是展现真诚的心 并且把你的需求赤裸裸地提出来 不要掩藏 让天蝎知道你是消负真心 而不用它猜来猜去 他们很容易被真诚打动而放下防备 千万不要跟天蝎硬碰硬哦 那你就会看到一个硬邦邦 绝对不低头的天蝎 当天蝎觉得你跟他同一国 那你的所有需求 他也会正义感爆发 你要是被队友欺负 或你有什么需要 天蝎就不会袖手旁观了 再来就是你一定要比他强 哦 那就是双子座了 想让双子对你服软 气场压制先赢一半 双子 他可是功斗高手哦 很懂得应对进退 面对不同类型的人会拿出不同的态度 双子对于气场比他强 很有威慑力的人 立刻就会开始喝颜月色 什么都好商量了 如果你跟双子平起平坐 你还没他聪明 我可是为你感到担忧啊 上述好像把双子讲得太难相处了 其实不是 我觉得他们是方便沟通的类型哦 只是他们很怕他的方便被当成随便 所以他宁可先展现出强硬的态度 然后也要观察你 值不值得他服软 那有时候他强硬久了 看起来就很坚持己见难以沟通 其实不算会哦 双子本质上也算是 不想惹上麻烦的类型啦 一开始就让他知道你不好惹 绝对会让双子对你多了三分的敬意 商量事情也就轻松很多了 再来就是处女座咯 想说服处女座 那就要讲大道理了 因为要让处女服软 就必须做好展开一场世纪辩论会的打算 不过跟爱讲道理的处女座讲道理 你讲得过他们吗 也许不能 但对付处女座 除了讲道理还真是别无他法 想跟处女座协商 大吵大闹丢情绪给他们 只会让处女觉得 真是情绪化呀 我懒得跟你沟通 你就算气势汹汹也吓不到他 他还是一脸平静 所以唯有以礼服人先做好功课 把想说的话列出来 逐条说明 或你讲得比他还聪明 你才有机会让处女接纳你的意见 纳入他的思考系统 因为他会觉得 既然你这么认真 那我就听听你说什么吧 说不定就会有意外收获哦 居然让一个处女听你的话 只要你让他觉得同一阵线 处女会想出一个更好的方式 再来就是天平咯 天平的外表很优雅绵软 但内核其实就是超硬的钢铁 很多天平外表优雅绵软 但内核就是超硬的钢铁人 所以咯 天平是软的硬的都不吃 你来硬的 天平比你更硬 当你态度放软 天平反而觉得 你蛮好说话的 那换我来说服你了 想让天平服软 你得想办法给出全新观点 这就是杀出其招了 因为天平在规划前 肯定会问周遭遇见一轮 自己也会归纳出一个最终决定 或者是他有他所谓的面面俱到 这可是无法随便撼动的哦 因为都有一些数据在支撑 不过如果你用一个独特的观点来吸引他 是一个天平从来没想过的角度 这会让他们当头棒喝 心生佩服 这时候的天平就可能海纳你的意见看看 对天平来说能收到另外一种有分量的声音 如同看了一本好书 会让他有一种有成长的感受 他会反过来谢谢你呢 再来就是金牛做 金牛的耳朵可是比钻石还硬哦 你说多少大道理 或动之以情小之以理都没有用 想说服他们直接好处弹出来 比如说这样子做就能够省下多少时间 或这样子做能够多赚多少钱 或者是能够增加多少价值 那你不用跟金牛讲道理 直接弹这些好处 金牛很快就觉得 值得想一下 因为金牛心里有数啊 要得到好处 背后一定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他会不断评估 那我要付出多少代价 评估过后如果可行 金牛自动退让 根本不用你说服 所以这里要做的是提醒他 他还有什么地方是没有注意到的 自然就能让他重新思考 有些人觉得谈钱谈利益 是不是太俗气了 我们金牛可没有那么俗气哦 他喜欢单刀植入的分析 他觉得简单很多 他们超讨厌你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而且你越直接 金牛越觉得 你挺懂的 是个懂王 沟通起来就格外轻松了 第三组就麻烦你忍一下 牡羊做 想让牡羊听你的 那你就在考验他的修行嘛 牡羊怎么可能会听呢 会听他就不是牡羊了 不过如果你看到听话乖巧的牡羊 多半是因为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当牡羊做自己的时候 那就是没有屋檐 他非常的霸气 你想让牡羊服软 那你这个屋檐是不能用指令的 你只能用建议的 点到为止 屋檐摆在这里 如果你不低头 你就撞到了 没关系让你撞一次也好 也许牡羊第一时间不会照着你的意思做 因为照着做 他会觉得自己被控制了 但他们真的会听进去 然后也会测试看看会不会撞到屋檐 三天后 他们自动的就会默默改进了 但不会跟你承认的 通常跟牡羊谈事情 也可能气氛会忽然变得很火爆 这时候就麻烦你先停下来 给牡羊一点时间整理情绪 这样子那个火爆情绪才不会变得更大 也能大事化小 下一次 豆通又能够回归正常的牡羊了 对于你展现出来的包容跟大度 牡羊是很感谢的哦 他态度也可能因为你的退让而变得开始好起来 下一位就是摩羯啦 说服摩羯的方法 只能说无声胜有声 俗话说 站哪里都好 别站摩羯对立面 他们可不会为你做任何改变 不要怀疑就是真的 与其非定唇舌说服他 不如默默陪在他们身边 陪他们走一遭 当他们遇到撞墙期 你就安慰他们吧 比谁都关心他们的这件事 他们心有所感 持续的关心 他们就会从经验中学习 下一次 你的话 因为你这么的陪伴嘛 他们会听三分 如果你给的建议又很实用 再下一次就会听五分 信任是这样慢慢累积起来的 记得哟 在摩羯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千万不能说 不早就跟你说了吧 这一句话 这句话在摩羯的心目中 那就是洋洋得意 再杀他威风 他是会立刻翻脸的 他走过很多路 用时间累积信任感 说不定摩羯还会主动来请示你的意见 甚至只听你一个人的哟 想让水平服软 只有两条路 一个就是硬碰硬 另外一个就是放任他 毕竟水平做事是自有逻辑的 没有在管外面的世界是怎么运转 加上水平蛮爱试探别人的不底线 如果你的提议被水平忽略 他很可能只是在试探 你的话有没有需要听啊 如果你是逆来顺受的乖乖牌 哦 那水平畅通无阻 以后你的建议 他会自动省略的 所以你得硬一点 让他知道 哦 你是有反应的 不过动动嘴 对水平是没有用的哦 你必须拿出硬道理让他服软 或者是硬手段让他碰壁 如果没有办法对他来硬的 那打不过就先加入咯 我们就先任由水平发挥 只要随时准备好 抓准能够说服他们的时机 通常在水平出错的时候 提出的建议是比较有效果的 不仅建议会听 还会觉得你能立即提出方法 真是优秀啊 所以其实水平是怕损失的 第四组 气氛要到位哦 巨蟹座 巨蟹座要让他服软 其实并不容易 但是他有一个罩门 就是你跟他熟吗 你是他自己人吗 只要是自己人 他就护短 所以跟巨蟹座要达成协议 不要忙着说服 先建立好美好的氛围 先让他知道你是他那一国的 这个很重要 但要怎么做到呢 嗯 那当然是常常 虚寒问暖 真心地关心他 你真心地注意到 他最近有点累哦 他有什么事情闷闷不乐哦 这种时不时的关心 日积月累 就能够触动巨蟹的心弦 渐渐地 他知道了你是关心他的自己人 而巨蟹对自己人就比较贴心 就算当下不了解你决定的作用 他也会觉得 好吧 你平常都这么支持我 我也应该支持你一下 往后的日子即使意见不同 巨蟹也会不由自主地 多站在你的立场替你想一下哦 否则的话呀 巨蟹对自己坚持的事情 他才不是那么容易妥协的 所以下次跟巨蟹谈判前 请多关心他 聊聊上次一起发生过的趣事 让他复习一下美好的回忆 说不定对你们的沟通会比较有帮助哦 再来就是射手作 那射手服软 那麻烦一下你们交情得够哦 旁人说一百句 抵不过重要的人说一句 所以想让射手服软 请先跟他建立交情吧 不过射手的直觉是很敏锐的 他有一眼看穿任何人的能力 他能嗅到带着目的心机接近自己的人 这时候射手的戒备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强 我可是说了三次非常 因为你有目的嘛 他心中就会逐起高墙 什么建议都听不进去 所以记得跟射手先打成一片 毫无利益关系的相处 会让射手比较放松 他也不会觉得有可能吃亏 他不会觉得吃亏 自然不会对你有所防备 所以简单讲 越单纯的关系 越有机会杀入核心话题 气氛好放下防备心 才能够开始谈事情 也不要太公事公办哦 公事公办的场合 反而会让他们真的严格起来 一旦他们严格起来 那就不是那么好说服的了 再来就是双鱼做了 想让双鱼服软 想办法激起他们的同情心就对了 跟双鱼协商来应的是白贝利器 你可能会激起他们的反骨细胞 立刻化身为叛逆的鲨鱼 说什么都是反效果 所以咯 跟双鱼合作能软就软 必要时刻再投入一些走心的话 比如说 这件事真是不能没有你 好谢谢你的帮忙 这个谢谢两个字 非常的重要 受到感谢或激发她的同情心 都是很重要的 毕竟双鱼是水象 共情能力很强 一旦她感同身受 她反而不忍心继续坚持了 有什么难处考量 稍微点到就可以让双鱼接收到 所以也不用太用力地说 点到为止 要相信他们很聪明 那个点一下 就会让他们陷入自己的想象了 双鱼还蛮容易被自己的想象勤勒的 记得最后要跟双鱼说一声谢谢哦 有了这句谢谢 双鱼下次就会义不容辞地 再度为你做出改变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沟通顺利 毕竟要人服软 好像还是要人输你一截 但是你会发现沟通必须是 大家都很公平 都很公正 更重要是要对症下药哟 优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